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河北书记视察节后卓州 遭民众当街怒骂 保北京是假 保雄安是真 习近平保民不立 责任自担 火箭军换将背后 忤逆习近平无论级别多高 都难逃惩罚 设隐瞒北航背景 亦中国留学生被控签证欺诈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河北书记视察节后卓州 遭民众当街怒骂 综合媒体报道 近日卓州部分城区洪水退去 河北省委书记来视察 被当地民众怒骂 水大的时候怎么不来 弄完了你们来了 网传视频显示 一群人簇拥着河北省委书记 宁岳峰到卓州一个小区视察 画面显示 这个小区的道路已经清理干净 几乎看不到洪水淹过的痕迹 一名男子用手机拍摄领导视察的一幕 被一名穿白衬衣的男子跑上来阻止 用手遮挡镜头 男子怒呛道 为什么不让拍啊 那个水大的时候 煤电的时候怎么不来啊 怎么这会儿来了 弄完了你们来了 早怎么不来啊 为什么不让拍啊 男子说 据河北日报客户端消息 8月3号 河北省委书记宁岳峰 到卓州城区查看 了解灾情 当天 宁岳峰在宝定市和雄安新区视察时 称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 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 完全不容有失 宁岳峰这一表态引发河北灾民怒火 谴责他只顾向主子献媚表忠 不顾百姓死活 北京知名记者高瑜在推特上表示 河北省委书记是马屁精 只要拍好上面的马屁 让上面高兴 竟然说要让河北成为北京的护城河 简直就是拿河北人不当人了 这种说法一点没有人性 北京人都不会接受 这场洪灾和中共历史上的大灾难一样 都要写入史书 相比河北省委书记市查时被骂 卓州市委书记和市长 在洪灾发生后则一直未见踪影 8月4日 有网友在大陆微博发出 带有嘲讽意味的寻人启示称 急巡卓州市市长 市委书记 失联好多天了 卓州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 百姓需要有人主持大局 寻找有组织人员帮助 没水没电没网 与家人失联多日 没有得到任何有组织人员的帮助 许多网友讽刺说 以开启自动隐身模式 带洪水退去表彰大会再相会 洪水退去救济款到位后 他们会现身的 都去北戴河了 人在北京保护首都误念 沪城河要什么市长 卓州发生洪灾后 中共官员不作为 引发舆论批评声浪 8月2日媒体曝光 外地民间救援队被要求 出示卓州政府的邀请函 才能进去救援灾民 许多救援队因此被堵在高速路上 8月3日 南方周末记者郑硕在社交媒体发文 大骂卓州市各级领导干部 灾情期间喝酒 争着让物资入库 一件人事不干 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表示 卓州被淹得这么严重 主要是中共为了保雄安 采取泄洪分红的方式 把洪水泄入卓州 以减轻下游雄安的防洪压力 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里纳日前表示 降雨虽然已经停止 但卓州的洪水消退还需要一段时间 快的要一星期 慢的则要一个月 王维洛指出 这表明北京还要继续泄洪 8月7日中央气象台消息 台风卡奴将在8月10日进入中国 东北地区会遭遇新一轮大降雨 提醒防汛 连上村他妈遭灾了你们 不管 那什么时候 遭灾了时候 等着救人的时候 看不见城管 看不见你们 这他妈比现在连上村 现在都淹这东西了 你们他妈往这儿拉拉拉机 我们都看见你们了 你们他妈比还算人吗 你们有点良心吗 都他妈比是人 你们就该活 我们就该死 城市的垃圾 都拉往这儿来 你们城市就得活着 你们城市综合制法 完了之后你们就连城市能完了 农村就 我们就不要了 老百姓就不应该活 就都应该死 村里有认识记者的联系一下 那个现在需要这个 那个记者媒体 还有这个 所有这个网红 上连上村这儿来 现在也是连上村的一个 网红打卡地 大伙都上这儿来 瞧瞧连上村遭遇 百年不遇的洪水 完了之后 他们还这么干 这么些大车往连池那儿 轻到死猫烂狗 还良人村两千多人 你们还让活不让活 搬着垃圾车 闲着说的啊 咱们赶紧出来啊 赌人们 领导批准的啊 人家人家都要跑了啊 人都走了啊 赶紧来啊 开着啊 这帮人倒车呢 倒车呢要跑要跑 咱们村民众来往这儿跑 接着 看看这是土吗 那你要纯细 我还没在这儿 这是土 咱们被遇宣传这个事 我跟你说被遇宣传 咱们来解决问题 被遇网上啊 一路可以被我网上网上网上 我现在跟你说 我是代表这个 制法局跟你说 您是谁 我制法局的 制法局什么什么 我副局长想躲啊 我就跟大家说什么意思 对 我就跟你说的意思 现在咱们销过农 咱们销过这个 销炸吗 现在就没销 现在只能销炸 我们可以明天开始销炸 明天可以销 明天可以销 明天马上再销 今天怎么着明天销炸 现在我们这儿就不让到 我们村民这边村里 这儿全是臭气味 你是村里销 咱们这里不销吧 那那村里都没法带着 村里水下去了吗 村里还有水呢 有的地方 还有水啊 没有水了 我们都给你清都可以 您给我们清 也不能往这儿到 当时来讲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没地方到 咱们这净炸 不往下省 才往这顶往这儿到 因为这儿漏宽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的政权交励 和民间的乱世交励 自由亚洲刊登梁京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 此次河北洪灾 对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政局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所有关注中国政治的人 都在思考的问题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 不是当局在减少灾害的损失方面 出现的严重失误 而是当局对民意和受灾民众的感受的 不在乎 这恐怕是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们 最突出的不同 也许是看到了这个问题 已经有人认识到河北洪灾 是对未来中国将面临一个乱世的严重警示 有评论干脆就预言 中国将出现旷谷未见的乱世 河北的严重水患 并不是北京面临的新问题 所有人都明白 新问题是熊安 河北官员为了保熊安 不得不让灾区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付出更大代价 这个操作主导了整个救灾的政治基调 尽管现在还不清楚熊安的损失会有多大 但无论如何 习近平都要为建设复督熊安这个灾难性的决策 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 最重大的代价就是让更多人加剧了中共会倒台 中国会因此而大乱的焦虑 在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 中共当权者对政权被颠覆的焦虑 其实是大于民间的 而现在由于经济复苏无望 民间对乱世的焦虑很自然的 会随着天灾与人祸的发生而增加 那么这种乱世焦虑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乱世焦虑的增长 会不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灾难预言呢 乱世焦虑的一个基本逻辑 就是习近平制造的灾难再多再大 中共也拿习近平没办法 而习近平也不可能自己纠错 因此必然导致天下大乱 这一次河北的洪灾经验 无疑是强化了这个逻辑 一方面是地方领导的口号是保守都 这个调子不仅让北京难以追究 地方保民不利的责任 其实也令习近平更加难堪 因为大家都知道保守都是保雄安的幌子 这个调子也让习近平更加不便 亲临救灾现场作秀 另一方面这次河北救灾过程 不仅政府表现不佳 而且社会自救的能力之弱 不仅难与国外和港台相比 与胡温时代也难以相比 更严重的是 政府对民间救助力量的恐惧和提防 毫无掩饰 这就令人更不堪想象 一旦政权危机 社会失序会坏到什么程度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中国百姓 怕乱的心理传统 是中共强力维稳的一大支柱 加上现代技术手段 即便中国经济摔到人吃草的地步 还可以再停几年 我相信2023年的中国 将是对这个中国假设的一个严峻检验 现在全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关注 北京在赶走了民间救灾组织之后 会如何避免此次河北洪灾 演变成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灾难 我的判断是 如果北京还没有失去理智 将会对灾民和灾区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补偿 否则这一场天灾人祸 会给习近平带来更大的麻烦 那么大规模高标准的补偿 能不能缓解中国官民的乱世焦虑呢 短期缓解是可能的 但从最近爆发的河南水灾重建资金的丑闻来看 高补偿会带来新的问题 却不可能给中国的官民带来稳定的未来预期和希望 而这恰恰是习近平治国的根本问题所在 那么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格局 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呢 从习近平执意落实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核威慑能力 这件事来看 习近平的底线不是国民的福祉 而是防外部敌对势力 这意味着中国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 发生天下大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火箭军换将背后 习近平反腐要方失灵 纽约时报刊登储百量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习近平在牢固掌握统治大权的过程中 一直把反腐比作致病 要切除威胁中共统治的腐败和不忠的毒瘤 在十多年的反腐运动中 它的标志性项目一直是迫使曾经极度腐败的军队领导层服从纪律 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最近发生的巨变表明 习近平的药方没有持续的效果 上周他突然撤换了火箭军的两名高级将领 这次原因不详的人事变动暗示 这支管理常规导弹和核导弹的敏感部队中 有人涉嫌受贿或其他不当行为 这个系统里显然有人犯了错误 可能与纪律和腐败有关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杨念祖说 他曾任台湾国防部长 好像是病毒在这个系统中复发了 这个问题根深蒂固 而且在体制中一直存在 涉及军队高层的丑闻会让习近平受挫 一直令他引以为豪的是 他把拥有9800万党员的中共 以及中国军队变成了不加质询的 执行其统治的工具 就在火箭军将领被撤职的几天前 习近平免去了外交部长秦刚的职务 那也是一次令习近平烦恼的撤职 因为曾是他把秦刚提拔为 值得信赖的政策执行者 不当行为的迹象可能会加强习近平的信念 他认为只有通过来自上层的严格审查和压力 才能防止中国官员偏离正轨 施压的做法包括不停地派中央巡视组 对干部进行检查 开展灌输对中共和习近平忠诚的宣传运动 以及撤职和逮捕 在习近平看来永远达不到危险减弱的那个点 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研究 中国精英政治的助理教授唐志学说 即使有一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领导人 也不意味着体制中没有暗流 2012年上台后 习近平曾急切采取行动 清除解放军中腐败和纪律松懈 制服潜在对手 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他对军队的改革 为他后来改变整个中国树立了模式 2014年 习近平对在古田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 几百名高级军官发表了讲话 毛泽东就曾在中共古田会议上 确立了自己对革命红军的领导地位 习近平警告他们 军队正在从内部腐烂 调查人员揭露了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后 收受贿赂累计巨额财富的问题 在一名曾请人算命的将军家中 查出了成堆的珠宝和现金 军官买卖晋升机会 有的甚至出售军事秘密 习近平还警告 与美国的竞争将加剧 他告诉军队领导 内部出现腐败会导致灾难 奢尼之使 威亡之剑 他引用一条中国古讯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习近平对军队进行了重组 将潜在的反对者强行换下 数十名高级军官被判犯有腐败罪 曾经常见的买官卖官现象逐渐减少 习近平因为巩固自己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利 实施了新规定 还给了自己一个新头衔 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 今天中国军队精英层 几乎所有军官的晋升 都可以归功于习近平 这为他提供了兼顾的权利大厦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麦锦林说道 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0名军官的职业道路进行了分析 军中领导地位仅次于习近平的是张又霞上将 张又霞的父亲曾在解放战争中 与习近平的父亲并肩作战 解放军的其他高级军官中 有很大一部分在职业道路上 与习近平有过交汇 有些人与习近平的关系可追溯到习近平担任地方官员的时期 麦锦林说 中共的文官规范和制度已让挑战领导人变得非常困难 他说解放军中到处都是习近平的人 这个事实让挑战领导人变得更加更加困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成立得益于习近平的支持 习近平在2015年底成立了这支部队 将其从原第二炮兵部队提升为一个独立军种 他为这支队伍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和政策支持 美国空军大学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说 火箭军负责管理世界上最大最多样化的导弹计划 他说火箭军的武器库里有一大批未运载中国几乎所有400枚 或更多的核弹头设计的导弹 习近平把解放军火箭军说成是未来冲突的核心力量 马伟宁说 所以如此巨大的变动背后一定有重要原因 失去信任的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 是习近平去年初才提拔上来的 和李玉超一起从公众事业中消失的 还有火箭军政治委员徐中波和副司令员刘光斌 大多数专家认为 李玉超和其他高级将领可能会被指控挪用了 这支规模快速扩大的部队的巨额经费的一部分 但其他的不当行为指控也可能对他们下台起了作用 看中国军队内部的问题总是要跟随金钱的走向 腐败总是伴随着他们正在建设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中国战略集团总裁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说 他曾在中央情报局担任中国政治分析师 钱现在都在哪里 在他们正在大规模建设的核扩张计划上 习近平曾警告 经济上的腐败与政治上的不忠相互交织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似乎在军队高层面前缺乏权威 胡锦涛之前的领导人江泽民 也拿一名不听话的将军奈何不得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 习近平似乎甚至愿意清洗自己提拔上来的将军 2017年被习近平提拔进中央军委的张扬上将 和防风徽上将因腐败指控被免职 张扬自杀防风徽被判处无期徒刑 现在对解放军展示忠诚的要求可能会加倍 任命两名火箭军新指挥官几天前 习近平在视察西部战区部队时表示 把正风速记反腐不断向纵身推进 为了灌输对习近平的忠诚 解放军最近还开展了一项新的学习运动 但由于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事关重大 习近平可能会对火箭军将领彻职细节保密 不管解放军火箭军的前领导层出了什么问题 对外界来说火箭军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不透明 弗吉尼亚阿灵顿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 中国和印太安全事务部主任冯德威说 无论如何传达给火箭军的信息都将是 违反纪律的人无论级别多高 都逃脱不了党的惩罚 据法广报道 美国媒体的报道称 美国检察官特里尼·罗斯宣布 纽约州巴弗洛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 因为提供有关其背景的完整详细信息而被驳 并被指控签证欺诈 巴弗洛新闻报 今日报道引述检察官表示 目前居住在阿莫斯特的28岁男子张家学末 于2021年6月申请签证时 申请中并未包含有关其教育和研究活动的完整信息 据检察官称 这位学生没有提及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和从事过研究 报道称该大学是中国九个主要国防实验室的所在地 检察官补充说 张姓男子在申请中表示 将在巴弗洛大学主修航空航天工程 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受到军工科研处副处长蒋崇文的指导 世界新闻网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丹茨格表示 在递交签证官的简历中 张家学末列出了他在泉州就读中学及高中 并就读中国矿业大学的经历 却未提北航 可是在2022年12月 他向普渡等三所大学申请博士生时 却附上了自己就读北航 及在其流体力学国家试验室重点做研究的经历 两份简历不一致 据丹茨格 2022年5月29号 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签署暂停中国某些非移民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公告 禁止与中国居民融合有关联的中国公民 持F1或J1签证进入美国公读研究生学位或访学 按规定 北航属于此列 在领英网站上 张家学末的个人信息显示 他是巴佛罗大学硕士生 对计算流体动力学 高速流动物理和湍流感性局 报道指张是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调查后被捕的 有美国地方法官迈克尔罗默初次庭审后或有条件释放 据悉张家学末以1万元现金取保候审 如果签证欺诈罪名成立 他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